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依然是一个习惯 意思是她乘地铁去工作 下一个 当然如果有时间状态的话 我会用橙色的部分表现出来 她喜欢晚上做运动 这里面是一个爱好 这边其实是在表示发生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如果想表示她正在吃苹果 可以用到 être en train de那个端语 elle est en train de manger une pomme 但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强调正在发生的那个动作 但是现在是她已经可以表示发生的动作 就是在现在这个意思了 下面两个呢都是表示一些客观事实的表达 le soleil se lève à l'est et se couche à l'ouest 太阳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落下 la terre tourne autour du soleil 也就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最近将来时和最近过去时 就是我们在AE级别常用到的两个 常会用到的两个小时态 那最近将来时它的构成就是爱雷的支撑变位 再加上一个动词原型 它常用来表示马上要发生的事情 可以翻译成汉语中的会或者是要怎么样 但是也可以用在离现在 也就是发生在离现在很远 但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我要打喷嚏了 这个就是即刻立即发生的事情 今天下午我要去离现在 今天晚上她要穿一个裙子 然后去饭店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远的事情 离说话的时候 但是由于发生的几率是肯定的 或者是90%以上的 所以我们会用到直升式 最近将来时 那现在我们来再看最近过去时 经常和上一个进行对比 它的构成首先是vignard de vignard注意会用到 直升式的变位 现在式的变位 再加上一个动词原型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这个de 它常用来表示刚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汉语中的刚怎么怎么样 来翻译 但是也可以表示发生 就是到提前到好几天 或者好几个礼拜 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翻译成 汉语中的不久前 也就这个动作 它不是你离说话 然后上一秒刚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例子 首先前三个都表示刚怎么样 动作发生真的是离说话前不久 elle vient de se réveiller 她刚行 je vient de terminer mon travail 我刚完成我的工作 或者是我刚下班这个意思 il vient de partir 她刚走 这个就是发语中非常实用的一个表达 她刚走 最后她其实表现的是不久前 il vient d'arrivé en france il ne parle pas très bien francais 他们不久前刚来到法国 他们的发语并不是很好 这里面并不是说 刚从飞机走出来那个样子 而是说他们在法国 他们在法国已经待了那么个几天 或者几个礼拜 也就是不久前刚到 然后我们说他们的发语不太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两个非常重要的过去时态 一个是le passé composé 表示符合过去时 依然是至成时下的 那么这个时态呢 其实我在第三课是讲过去分词 然后配合的时候已经介绍过 那么它的构成就是avoir或者是être 作为主动词 然后它两个会进行至认识的变味 再加上一个叫做过去分词的东西 如果你对过去分词这会儿忘记 可以翻回到第三课时进行复习 那它常用来表达已经发生了的 或者是已经发生过的一些经历 那么下来 那么看下面几个例子 J'ai mangé une bourbon 我吃了一个苹果 吃完了 J'ai passé un bon weekend à Nice 我在 Nice度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周末 这里面依然是我度过了这个意思 她数学考了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注意 avoir 她的过去 否过就是主动作用的 avoir 她的过去分词是 有 有这里面正体翻译是有 Ils ont été à la plage cet après-midi Ils ont été à la plage cet après-midi 他们今天下午在沙滩了 也就是说在强调这个事情 有头有尾 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 他们在沙滩了 这里面是avoir 她的过去分词是 été 就和夏天那个词是一模一样 但这里面是过去分词 然后她的主动词依然是avoir Ils est parti quand? 她什么时候走的呢? 已经走了 Vous êtes déjà allé en China? 你们已经去过中国了吗? 这里面 Vous 如果看到 Aleta做了数的配合 那就证明是复数 我们经常在用表达已经的时候 会用到 déjà这个复词 Et c'est couché tard hier soir 代词动词的主动词 永远是être 也就这里面是她 昨晚睡的词 这里面依然会做性的配合 和L保持一致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支撑尸未完成过 就是L'emparfait de l'indigatif 也就是它的构成呢 是支撑尸现在是 这个人称动词的变位的词根 然后再加上词位 那么通过这个表 然后再加上右边的两个例子 来了解一下 也就是词位呢 我们会用到右边的情况 je du 我们会用到 Et这个发音和写法 然后第三人称单数 我们会用到 Et这个发音 还有写法注意事会变成 T Nu的词位是 Yong Vu的词位是 Yet Il est 然后复数它的词位是 Et 也就是它和单数的手发音是一致的 我们看一下 Regarder 第一种词 Je regardais Il regardais Nous regardions Vous regardiez Il regardait Finir Je finissait 注意这里面 它的词根是 Finis 然后再加上两个s Finis Je finissait Il finissait Nous finissions Vous finissiez Il finissait 注意一下发音 那第三组动词怎么记呢 还是 我在第二课的时候分享过 常见的第三组动词 它们的变位 那你只需要记住 Nu 那个人称的变位 把那个词根给保留下来 然后换成 现在这个词位 就把这个动词变成了 只能是未完成过去式 那这个是构成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用法 它强调的是当时的情况 或者是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现在强调 也就是如果是现在 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用到现在式 如果是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会用到未完成过去式 就把它往前推了一个试探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Il faisait très beau à la plage cet après-midi 今天下午沙滩上 那个天气很好 也就是我想强调 当时今天下午 那个状态 也就是现在是晚上 我强调的是 刚刚今天下午 这个时间段 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C'était difficile au début 刚开始的时候很难 在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我们会和现在式进行对比 avant je prenais le métro pour aller au travail maintenant j'ai ma propre voiture 也就是我开车去上班 也就是以前我乘地铁去上班 现在呢我有自己的车了 我们就可以说 je veux travailler en voiture 这门是过去和现在做一个对比 avant maintenant 那下一个呢是 有了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当什么的时候 注意我们观察到主句和 时间状语从句里面的这个动词 都是用的 未完成过去是 je passais souvent les vacances chez mes grands parents quand j'étais petite 也就是当我小的时候 这边是这一个女性啊 我经常度过假期 在我的那个爷爷奶奶家 或者是姥姥姥爷家 翻译成正确的汉语的这个顺序 也就是当我小的时候 经常在我的爷爷奶奶 或者是姥姥姥爷家 度假这个意思 elle préparait le repas quand son mari est rentré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 如果你经常做那些练习题的话 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让你去搭配 就是从句我们会用到一个 复过去时 然后主句会用到一个 这个是未完成过去时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把她看成一个主句 也就是她正在准备饭 有可能是晚饭或者是中午饭 然后这时候呢 她的丈夫回来了 也就是她丈夫回来 突然就是加进来的一个动作 这里面是用到的 rentré 那你可能感觉到疑惑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时候会用到复过去时 什么时候会用到未完成过去时 他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或者是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 那我希望通过下面这三个点呢 来帮你理清这个疑惑 也就是首先如果我们强调 事情引起发生做完 或者是讲述过去的经历 我们就会用到复合过去时 那如果我们想强调当时 也就是汉语中 我们可以理解为当时怎么样 我们就会用到未完成过去时 比如下面两个例子 J'ai fini la glace en une minute 我用了一分钟 就把这个冰淇淋给吃完了 那肯定就是吃完了呀 而且这个后面的en une minute 就是用了一分钟 时间段也已经有了 第二个是J'avais faim 这里面虽然没有时间状语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动词 来了解到想表达的意思是 我当时很饿 所以我们用的是未完成 但有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佛过去时和父 未完成过去时它可以换着用 但是体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句话是 我想表达我想学法语 一个是 Je voulais apprendre le français 我当时想学法语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反正就是无限延长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是 J'ai voulu apprendre le français 可能是过去的某一个时候 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 它给人的是一种 有头有尾的感觉 虽然它后面没有一些时间状语 最后就是两者搭配的时候呢 未完成过去时 它常会被看作一个背景板 就是你把它看作一个大的环境 大的背景 比如还是那句话 他正在做饭的时候 突然或者是 这时候呢 他的丈夫就进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如何灵活地运用 父母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 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动词 它必须只能用某一个实态 重点是在于 看自己想表达什么含义 是想表达无限延长呢 还是想表达 这个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课室的内容 词曲故达无限了 词曲故达无限了